觀眾朋友 大家晚安 歡迎收看88理財友方 給您財富恩次方 您好 我是治愈 先來介紹今天來賓 第一位要介紹的是 第一國際投資的執行長林永明 永明哥 晚安 好 大家好 大家晚安 新疆投資分析室中建安 姬安哥好 姬安好 全國的投資朋友大家好 財經專家汪傑明 傑明哥好 大家好 好 來 我們來看今天準備的主題 首先呢 待會我們要請傑明哥 好好跟大家來講一講 蔡立行本來是中華電信的董事長 而且她做得很好 賺很多錢幫中華電信 幫中華電信賺錢 就是幫大家賺錢 因為這是國一試驗嘛 所以呢 這個蔡立行 現在呢 被從中華電信董事長換掉了 今天傳出的消息是 紫光挖角她 挖角她做什麼呢 你當然心知肚明囉 對不對 當初高啟前也是這麼去的 蔡立行她的一個地位在半導體當中 那可是非常厲害的人物 如果她走 那是不是國安危機呢 待會要請傑明哥好好幫我們來說說 另外呢 我們就來看到 外資一縮手成交量馬上掉下來 那麼接下來的台股到底要怎麼走呢 我們一樣要請友明哥幫我們 從比較宏觀的角度 國際間的一個變化 再看回台股 大家可能看得比較清楚喔 台股接下來的走勢 另外呢 我們還要帶大家來看到的 這也是友明哥的旋骨喔 怎麼樣的旋骨 什麼叫三高 什麼叫三低呢 待會一併要告訴大家 那麼同時呢 傑安哥待會要幫我們好好回答一下 您的持股問題喔 那麼首先呢 我們先來看看蔡立行的故事喔 我們要有請傑明哥了 我們來看到這個蔡立行 今天突然間有這樣的一個消息 其實喔 大家都覺得很驚嚇 因為蔡立行的地位非常厲害 當初可是張忠謀還輕點她要接下台積電耶 這樣的一號人物 她如果轉戰紫光那不得了 剛剛最新的消息 蔡立行其實是出來說沒這回事 但是我跟這個傑明哥剛剛還在聊 當初紫光在挖角高啟泉的時候 剛剛開始高啟泉也是講一樣的話 沒這回事 所以呢 我們還是來聊聊 如果她真的去了紫光 可能對於台灣的產業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是的 這個事情恐怕不能小叙喔 因為我們知道都會好好談談 我們這位蔡立行喔 她可是這個台積電的二號人物喔 我們在談這個之前 我們先談這件事情有多麼大條喔 因為事實上我們都知道 這個紫光想要做的事情 不是只有IC設計 它是創全世界唯一要打算從 晶圓的設計到晶圓的代工 一直到IC設計到記憶體 對 是一條龍 這件事情在全世界並沒有發生過 Even像Intel它頂多也只做到封裝而已 還沒有做到IC設計 所以紫光事實上現在在每個關鍵點 都需要關鍵人物來負責 那我們都談到高啟泉線人在什麼地方 人在大陸 所以在中國大陸 所以民進的事情是這個事情的確是今天非常驚爆的一則消息 好 我們就來談談蔡立行 我們看下一張蔡立行 我們先看她的資歷非常了不起 她事實上是康奈爾材料工程博士 在那個時候其實材料工程並不是很紅 在我們回到這二三十年前以輕大來說 材料工程在那個時候還不是一個非常高端的科系 但是事實上當時她就已經到康奈爾而念的是材料工程 她其實年紀說大不大 說不曉不曉 她現在65歲 可是我要特別提到她的原因是因為她其實上是台積電成立第三年 她就進到台積電了 從業務做起 那當然不得了的事情是算是資歷非常高的一位工程師 所以你可以想到當時的從六吋晶圓一直到八吋晶圓 她都在裡面甚至到十二吋晶圓的時候 她全部都在晶圓 所以台積電的製程一直在往上upgrade 她就一路看著台積電向上 沒錯 所以這是最令人驚訝的事情 而且我們都知道現在全世界在做晶圓代工的 就晶圓製造的主要三家 一家是英特爾 英特爾有自己的製程 她製程是跟別人不一樣的 另外就是像是我們說的三星 還有台灣的聯電 他們主要層次來自於IBM的系統 可是談到我們偉大的台積電的話 那不得了 她製程是自己設計的 而裡面最靈魂的人物就是蔡立行 為什麼要談她這件事情讓我們非常驚恐萬分 因為我們再仔細看一下蔡立行的故事 因為蔡立行我們剛剛有談到 事實上她是在台積電成立第三年 她就進去了 你看她從業務升到廠長再到執行長 她兩年就把兩年那個晶圓廠蓋起來 而且立刻量產 沒錯 那我們要知道 當時的狀況事情是怎麼回事 事實上台積電一開始一場 她並不是在自己跑去在竹科社的 事實上當時竹科還沒有完整的建置 當時台灣先是搞了工研院 所以第一個晶圓廠是在公研院裡面製作出來的 然後我們派了很多優秀的人跑去中國 跑去美國偷 搶 資料 一箱到了公研院 那時候張宗墨是公研院的院長 所以第一座的晶圓廠是在公研院裡面成立的 那時候的竹科其實當時的新竹市長 還搞不清楚什麼叫做竹科 後來逼的就是公研院裡面的人出去競選竹科 但是新竹市的第一任的新竹市長 竹科才建立起來的 竹科建立起來的時候 門牌第一個就是當時蔡立行就參與了 就是六吋晶圓廠到八吋晶圓廠 他把他最偉大的攻擊是什麼呢 就是當時在晶圓廠大家還想 就是蓋晶圓廠嘛 然後國外的機器設備到台灣來 就是買那種很貴的機器 然後安裝進去就開始生產了 然後技術想辦法自己去研磨 然後我們知道之前早期是去 這個美國偷啊 搶啊 騙來的 但是這種不是長途之計啊 蔡立行做了什麼事情呢 非常了不起 他把晶圓廠呢 把它規格化了 晶圓廠規格 對 所以他最特別的事情是 他做了國內第一座的八吋晶圓廠 而且號稱鐵血 手錶永遠快十分鐘 他是一個很積極的人 非常積極 我們特別談到這件事情說 他如果這部分跟科事長就有點像了 他也是標準的SOP的執行狂 所以他認為一件事情說 如果我們都是用別人的設備的話 你的製程跟別人沒有所區隔 所以他開始思考一件事 我可不可以自己設計自己要的機台 自己設計自己的組裝的一個規格 所以就讓台積電他的製程跟別人不一樣囉 對 就從那時候開始的 就是比別人好就在這裡囉 所以晶圓三場當時比別人更想更快的速度進行 而且他在蓋完的第二年就創造三千億的營業額 這是創下台積電有史來沒有過的一個晶圓廠 第二年立刻招募三千億的這個營業額 所以潔明說他今天也可以有今天的地位 其實蔡立行應該是使了很多力 那你想看張宗某有多麼在乎他 那張宗某如果知道蔡立行去紫光幫忙中心半導體的話 那張宗某現在可能心情不太好吧 真的 難怪生氣了 是 所以他生氣 我認為你去高雄設晶圓廠 你十年後的事情現在講 其實沒有什麼十年後發生什麼事情沒有人知道 可是現在立馬的事情是 他的頭號愛將去了這個紫光 而這時候的台積電正好要去南京 設這個十二寸晶圓廠 這件事情你說大不大條呢 這應該比那個要蓋廠要企錄 如果我是張宗某 我打電話給副總統 我應該不是討論我去高雄設晶圓廠 我應該打電話的事情是 這件事你要怎麼處理 沒事把人家從中華電信拿出來 跑去中國要幫中心去處理這件事情 事情大不大條 真的 而且傑民哥講到重點 蔡立行做中華電信的董事長 他沒有做得不好 這是重點 你知道 他沒有做得不好 不要說他市值增壓千億 他在2005年就創造了2317億的營業額 硬是比2014年多了2.3個百分點 2.3個百分點好像感覺沒有很多 但是裡面最關鍵事情是什麼 本業部分就創造了428億的稅前營利 然後EPS高達5.56 我們知道在蔡立行接中華電信 中華電信做了一大堆 就是虧錢的工程 然後以業外營業額一堆 但是他們都虧錢的 他是本業就創造428億 這件事非常的了不起 更不用說他創下了近5年最高的EPS 5.56元 一個做得這麼好的董事長 被我們的小英政府換掉了 換掉了之後 你知道好人才人家是搶著的 大家一看到他失業了 當然趕快來找他 更何況現在台積電可以 已經擊敗英特爾成為全球最先進的 晶圓製作公司 我們說晶圓代工 當然英特爾是晶圓製作 他沒有代工我們是代工 我們是代工 但是基本上都是Foundry 都是晶圓製作的 那你可以想像一件事情 這麼優秀的人 如果萬一他真的去中國 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好我們來談一件事 其實有一件關鍵的事情 就是2008年我們都知道 當時他已經是被認為是接班人 但是因為當時金融海嘯發生的時候 他循著國外的模式 包括我們說 英特爾在2008年做同樣的事情 就是做裁員 保留這個實力 然後減少開銷 度過這個寒冬 那繼續往前衝 但是因為在台電 但他裁員犯大忌 是的 因為這些員工跑去了 張忠摩的太太家 跑到你家外面 跑到你家外面 對 去抗議 這件事京東的張忠摩 他想說 怎麼會這種事情發生呢 所以他回來的時候 就讓蔡立錡說 那麼你先暫時休息 先幫我去處理 當時最紅的兩個產業 我們必須說民間 是在2018 2019年 這兩個產業是當時最紅的 LED跟太陽暖 幾乎包括友達 也去投資了 對 大家都去投資 奇美也都去投資了 所以當時你所知道的 有名的公司 哪家不去投資 這個固態液 對 固態照明就是LED 跟這個所謂太陽能 所以其實並不是 把它冰起來 不是 另有重用 而且重點事情 它做的是跟我們現在 你台面上看到的 這個晶片的這個 太陽能是不同的 對 它是薄膜太陽能模組 這個事情在美國 基本上已經是一個 很成熟的產業 北美地區習慣 用太陽能薄膜是 因為北美地區的陽光 沒有像我們台灣這麼好 所以我們台灣 現在都是用晶片 做的這個太陽能板 這個技術 坦白講在美國已經滿成熟 但是網上空間有限 但是放到蔡麗芸的腦袋裡面 那就不一樣了 他衝去上海 找了一堆這些所謂廠商 他打算依循當時晶圓三廠 就是八寸廠的製作模式 自己製作SOP 自己做機台 當時有人跟他說一句話說 機台直接從美國進來就好了 你幹嘛要自己設計他說不行 當你要把這個產業 繼續往上推升的時候 他說一個重點 他說現在的這個 我們說用晶片做的太陽能 你最大轉換率到20% 就已經到極限了 當時只有15% 可是太陽能模組的這個良率 就是我們轉換率 可以無限的往上提升 所以他說我一定要跟台積電一樣 自己有自己的製程 所以他跑去上海 做這樣事情在2009年 所以看出來他是一個很有腦袋的人 當然這時候他的學長馬英九 覺得他是個優秀人 就把他請到了中華電信 結果你知道請到中華電信的結果是怎樣子呢 台積電最後結果就是把這個固態照明 跟太陽能賣掉了 都賣掉了 對不對 沒有他就是算了 沒有他什麼都算了 對 好那我們來看看這個紫光囉 紫光呢 其實對於這個台灣的優秀人才 一直是這個延懶不遺餘力 之前就走了一個高級圈 我們待會再來形容說高級圈跟 如果真的我們的這個蔡立行去的話 那個程度是不太一樣的 影響台灣程度不太一樣 我們來看這個趙偉國怎麼說 他說商業是對等的 然後他就說這都是對台灣講的 他說你不對大陸半導體開放投資 我們就去台灣挖人 講很白喔 我就去台灣挖人對不對 然後他說台灣不讓我們投資 我們就禁止在台灣生產的產品 在大陸銷售 當然這後者事實上是有問題的啦 這個部分我們是打了很大的折扣 可是不要忘記這件事情是說 這件事情在未來會不會發生呢 其實真的很難講 因為他這是前半段是說 我只要建立好我一條龍之後 你們台灣的東西就不要來中國賣了 當然現階段來說是不可能的 好 我們來看 他現在要怎麼做嘛 他怎麼樣辦到說你台灣東西不要來賣 他現在已經開始著手囉 是的 而且是市政府出事 他整個資金我們要說談到紫光 不能單純只談紫光 他背後有一個很重要的學校 叫做清華 清華紫光 所以清華提供了技術 所以他已經先在到目前為止做了一件 中國現在最大的事情是 他把展訊這些IC設計公司 整合起來了 那你知道1加1加2加3 他幾支 我們講三個臭皮箱 打過你一個諸葛亮 這讓聯發科 現在已經是滿臉冒汗了 而紫光同時也跟高通 還有包括這個英特爾 也開始合作了 對 所以他是往上往晶圓代工 那中心半導體 他也做了入骨的動作 所以他現在最大的動作事情 是要打算把成都設立為IC的一個國際城 而且重點就是台積電做的事情 叫做集體電路製造 好 那我們就來看看他挖人 這個高企權 傑明哥說其實低院有很多專利保護 沒有那麼多影響 對 好 當時找高企權 我們的猜的目的是因為我們知道 高企權是我們台灣的低院教父 那他可能當時這個紫光什麼不多 因為當時美光有財務上的也困難 所以這個當然中國如意算盤一下 那我就花錢嘛 七八千億 他本來想買美光 那你要買美光總是要有人接頭吧 懂這個記憶體嘛 當時高企權正好從這個華雅科出來 那就把高企權送過去了 但是我們這點比較不用擔心的原因 是因為記憶體它有完整的 所謂的專利權的一個保護 所以全世界大概只剩三家這個記憶體了 你大概要剩第四家不太可能 所以這部分倒也還不用太擔心說 記憶體部分中國能夠搞到什麼樣的程度 就算挖高企權也 對 因為大家都已經專利權保護 你可能要再發展另外一套的記憶體 這個問題恐怕並不是件小事 蔡立行不一樣 但蔡立行不一樣了 因為中心半導體已經是存在了一家公司 上游的晶圓代工也在中國大陸已經成功了 但是中心半導體一直有個問題是 它的技術一直沒有辦法往上的突破 但是以它的腦袋裝的東西 是很多很深層的SOP的所謂的晶圓製作的一個過程 所以這件事情恐怕 杰明哥我打個探 台積電其實裡頭為了要保護他們整個流程的製造的機密 他們其實做了很多切點 你這個每一個你負責的小小的 你每一個都是像小螺絲釘 它最後的東西是你要把螺絲釘通通加起來 但是大家互不知道對方在做什麼 這應該問前那個台積電員工 對不對 大家互不知道對方在做什麼 但是集合起來那個東西很厲害 但他曾經是張忠謀指定的接班人 而且他也在那個位子一段時間 他每項他都知道 他跟一般挖去的工程師是不一樣的 是的 我們說台積電本身有一個大的資料庫 裡面各個部門只是知道其中一部分 所以當時中心半導師每個部門就是抓一個人過去 都挖人去 但是並沒有到核心的所謂的研發系統裡面的人存在 那事實上以這個蔡立行來說 他已經是張忠謀的程度人 我們要用 講蔡立行要用張忠謀的角度去思考 因為張忠謀曾經想要接班給他 對 所以事實上整個流程 包括他的大系統裡面的資訊 事實上蔡立行應該都非常清楚 而且他又是實在經驗 去做過晶圓廠的人 所以我們才會定位 如果他去的話 曾不曾經大家說台灣就是半導體 應該是我們的基礎了 是的 我有想如果 他如果去是國安危機 是 如果今天科技部有看我們這個節目 或者今天高層有看這個節目 真的還滿希望蔡立行好好聊一聊 因為這是寶啊 我們總不希望我們台灣最厲害的晶圓代工的能耐 轉到中國 那這一系列下來 你只要上面通了 代工通了 IE設計也就通了 封裝測試也就通了 不要忘記當時日月光的3D的封裝測試 是因為台積電覺得三星有3D的封裝測試 但是我們台灣封裝測試沒有辦法 所以台積電就直接介入了3D的測試 所以台積電自己有一條封裝測試找 那麼日月光看了跟進才有3D 現在美光也要來台灣做3D 所以對於台積電來說 他只要想做的事情 基本上是有這個能耐 那這些腦袋的東西又再畫一次 又在他的腦袋裡面 所以這是個事情恐怕不能小叙 是 非常謝謝傑明哥 所以才今天要好好告訴大家 蔡立行如果真的出走紫光的話 對台灣的產業來講 那應該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危機了 所以不能讓他走 希望他講的是真的 沒這回事留在台灣 好 那麼當然對於國內產業的影響 我們要有請這個建安哥囉 建安哥自己也是這個半導體出身 台積電前員工對不對 對 所以這個蔡立行出走 台積電表示 台積電表示 No comment 其實我 一直很久了啦 之前看那個什麼 至於說我們真的是小小螺絲店 因為我們是工程師 對不對都不知道別人在做什麼 對 其實那個東西我們叫recipe 就是我們之前 我還沒有到當分析師之前 我是在台積電當設備工程師 我一直懂那個CVD 其他都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那頂多就是跟那個製程工程師 就是有co-work 那其他的什麼 從業務一路到RD那邊 其實很難 整合的是不曉得 真的很難 好 那所以到底 如果真的 子光要開始挖角太力行囉 那這個現在到底誰有可能受害 或受惠 或受惠 其實這麼說好了 如果假設中國大陸它要發展 就是整個晶圓代工的話 其實就以設備廠而言 應該都是利多啦 因為為什麼 因為蓋廠的人多 蓋廠的人多 表示設備用得多啊 那台積電會直接受衝擊嗎 當然會 但是等一下我會有一兩張圖給大家看 那我們就是來看一下說 這是今天的一個表現 台積電最後是拉回平盤 但是其實我一直在想 因為今天的盤不好嘛 那最後要把盤撐上去 你就是台積電 所以它有一點控盤角色 是的 今天的平盤應該不太能反應 對於這個新聞的反應嘛 這個新聞人家也沒有說 是或不是啊 就是有否認嘛對不對 對 但是它就講得很含糊嘛 對 它沒有直接說 我就是永遠不去 沒有這樣子 對啊對啊對啊 所以大家就有很多想像 對沒錯 好那是今天的我們看到 相關半導體都在疊 只有台積電平盤 那我們來看看 建安哥幫我們看的 受害受惠 這怎麼看 但是重點來了 不要緊張喔 你看那個受害股 不是明天就受害 不會那麼怪啦 如果真的是假設 都是假設的前提之下 我們先把那個 最壞的狀況把它想好 是 真的蔡先生真的過去了 然後整個金圓代工也 建立起來了 你想一件事 你蓋一個長有那麼 一兩天就蓋一個 他蓋很快 你有沒有看他剛兩年就蓋好 那如果兩年 那還可以有兩年 對那你也要fighting一下recipe 讓整個良慾拉起來 你講的英文我們聽不懂 就是那個 就是recipe就有點像菜單菜補 所以你們半導體都說 那叫菜單 對就是說你要第一步做什麼 一個製程叫菜單 對就是第一步做什麼 第二步做什麼 第三步做什麼 我們叫做recipe 要調整它的良率 對要把良率tune起來 對 好所以說不會那麼快 不要三八 所以如果假設這個受害股 Maybe是兩年三年以後的事情 所以不要太緊張 而且台積電沒有這麼快被追上 對啊 你看那個三星 連那個Intel都打不贏了 所以你不用太直接 明天就緊張 而且三星做一做還會爆炸 這什麼話歌 好這是台積電 對這個 所以這個我認為 雖然它是個受害股 但是我覺得不用那麼嚴重的去跟它 沒有那麼利己 沒有那麼利己 但是我挑一下台積電 世界現金跟聯電 我認為世界現金跟聯電 我們就線論線 就是說如果我們不談這件事情 我們光看線的話 其實世界現金跟聯電的話 其實基本上有一點點空的一個感覺 我認為不是因為這件事情的關係 所以它本來就可能它走空了 尤其是今天世界現金是 咚一根下來的 所以就要注意一下 那受惠有受惠 好受惠的部分有沒有 就是我剛剛所講過的 既然它要蓋廠 它就必須要很多的設備 那這麼說好了 講到金車的話 大家應該會想到一個股票叫做 漢威科 你有沒有發現漢威科不見了 對啊 就被買走了 被買走了 被核商 那個 ASMO 對 我這麼說好了 我們在台積電上班的過程當中有沒有 在製造的過程當中 它必須要很多的機台去生產 那生產完之後 它必須要有幾台的機台去檢測 到底這個Wafer 就是這個晶片到底是良率OK還是不OK的 那叫檢測機台 這個是漢威科 那是1410塊被買走的 那現在金車也將近1000塊 所以我認為這是受惠的 所以雖然今天要來一個很醜的一個黑K棒下來 但是整個線型是OK的 好 那中砂的部分大概就是做研磨的 我認為就是在那個 我們有一道製程是研磨 就是整個那個Wafer它必須要被磨平 晶片要磨平 對要磨平 因為如果你沒有磨平的話 那個金屬可能會這樣 那一根一根突出來的 所以這些設備廠是有可能受惠 對 還有加登的部分也是一樣 畢竟有人要蓋廠 是的 不管是誰蓋廠 他們都可能受惠 沒錯沒錯沒錯 所以我認為如果真的是OK的話 好啦 我鼓勵大家都資本支出Double好了 這樣就會他們都受惠 是啊 所以當你看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當然我們認為從國安的角度來 可能會比較concern一點點 但是就我們在商言商嘛 所以它也是一個受惠顧 所以我是精選 因為之前還有很多啦 但是我覺得那個線型都很醜 所以還選過技術面 對這個選過技術面 所以我認為這三家是OK的 好 是謝謝我們的建安哥 幫我們來趕快看看 誰受惠誰受害 好 那麼今天的盤我們就要趕快有請 這個有明哥來幫我們看了 今天這個盤長這樣啦 這個開高 然後就打下去 然後打下去 打到破季線 嚇壞大家 嚇死寶寶 9199 最後拉起來翻紅收紅3點 外資在賣 期貨大退5000多口 對 所以這個盤是不是看起來 越來越像有明哥的規劃 對不對 我分短跟長來解釋 就是說第一個 昨天跌了80幾點 如果單純這樣算 今天這樣的走勢 其實應該算是落中透強 因為第一個的話尾巴有上去 第二個季線有守住 好 這是如果說就昨天大跌的情況之下 但是今天有一個問題 今天的成交量這麼低 對 如果說今天的成交量 稍微又更高一些的話 那我們可以說 他這次測試季線就成功 那他不管怎麼樣 中空是中空的事 至少會有短多 對 但是因為今天的成交量不夠 對 所以你只能解釋說 殺到這裡沒有力量 然後呢 但是大家都在觀望 明天的台子期結算 對 所以他多空就有懸念 好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要從 另外一個角度來去看這個盤 好 我們來看看這個是今天 有明哥給大家的結論 對 我今天的結論大概寫在這邊 其實今天很妙 就是說我整個 這個一整個主軸 我是用這個白鞠儀的一首詩 好 白鞠儀的詩他告訴我們 就是政軍一法絕狐疑 不用專規跟鑄齊 意思就是你不用擲筊 不用擲筊 我告訴你一些方法 你就不用去占卜問神 可以知道國家大師 或者是股市心酸 然後第一個方法是什麼呢 就是說從油的角度 從債的角度 從匯率的角度 從股市的角度 因為最近中國大陸 不是股會在三沙嗎 所以我想這個東西 都是我們現在判定 多空的一個很重要的依據 那這些東西其實都跟這個 川普最近喊的一個口號 叫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對 就是美國再次偉大 這個是有吊詭的 因為我們現在都把 川普從妖魔化 又把它變成了神聖化了 是 對不對 那現在我們把它變成一個 凡人之後我們來看他 好 他所說的這些東西 到底對國際之間有什麼影響 那第二個部分我要告訴各位 就是說 昨天是一個很好測試 大盤的這個機會 外資只要一縮手 我們就可以跌80點 而且成交量縮成這樣 對 所以台灣股市像喝了熊黃酒 這個地方就馬上現原型 然後接著我們從上市 OTC短線中線的角度 跟各位來講 現在的大環境 好 我們趕快先來看看 這個一個一個看 我們先看油市 接下來怎麼看 油我從來不會在這個時間點 跟各位分析OPEC 因為那個都是舊文的 對 我只要跟各位講 你去做一個另類思考 為什麼在這兩天發生了 同樣一天發生了三起恐怖事件 對 對不對 一個是俄國的這個 俄國的大使在土耳其的安格拉被刺 然後第二個部分是法國的這個巴林 在德國的柏林 出現了這個什麼卡車 然後再來的話 瑞士的蘇黎士 我不知道全世界的恐怖分子 有沒有在同一個時間做聯絡 但是這個告訴你一件什麼事情 就是川普的口號已經深刻的刺激到恐怖主義 也就是說今天如果我把美國再一次的拱高之後 那全世界的反美心態就會出來 對 那他會去找美國的朋友 如果各位你還記得前幾年的時候 為什麼法國這麼倒楣 因為他要出兵攻打艾斯 那個是美國先出兵的 對 然後法國只是戰勝 然後最後我不敢得罪美國 我只好去誰 我只好去找這個法國來開刀 所以跟川普站 跟川普站在同一邊 美國的朋友就危險 第一個嘛 你俄國這次是最大的受惠者 對不對 普丁嘛 對 之後當然是換新的人 對不對 然後第二個的話就是德國 你根本不用講 對 所以你看這一類的東西 他就告訴你一件事情 就是未來的區域政治 那個風險會升高 那油有兩塊油 油市 一個的話叫北海布蘭特原油 它是在英國的外海 那是在歐陸大陸 對 它直接就反應東歐 直接就反應中亞 這一塊的一個變數 所以它照理來講 長時間的油價 它要比美國西德州 要來的高 因為它高出來的那一塊的話 叫做Premium 就是所謂的政治貼水 就是它有政治風險 所以我們讓它的股價 變得比較高 你看一個是54點多 一個是財產51點多 對 中間差三美元 對不對 所以長時間正常來講 應該這個要比這個高 結果 對 那現在也是比這個高 就是它已經開始在反應 所以原先我們認為說 OPEC這些人 其實都是痴妹亡娘 都各懷鬼胎 對不對 但是大家都沒有人相信 俄羅斯也不相信 誰也都不相信 對不對 因為他們過了一個月之後 他們就發現這些人講話都不算話 對不對 但問題來了 區域政治的風險如果提高的話 油再繼續漲 油再繼續漲 當然我們就想到了原物料跟通膨 對不對 可是我更想到的另外一件事情是在 因為你通膨只要一上去的時候 你長期的這個 長天期的那個殖利率啊 就會開始往上走 所以我們就來看看 所以這個東西就會造成影響 那最近很妙喔 各位可以去看 美國 德國 義大利跟中國 我抓那個十年期的公債殖利率來看 也就是說 債的殖利率在往上走的時候 債券的價格是不是下跌 那債券的價格一下跌的時候 股市就漲很奇怪喔 其實股債不一定是兩個 完全可以挪移的市場 但是悄悄板的效應是存在 也就是說 只要這個地方殖利率一飆 然後再次跌 債券崩盤 股市就漲 你看債券最近不是反彈嗎 股市就整理了 對不對 很簡單嘛 德國也是啊 義大利也是啊 這個最近都沒有再出事囉 唯一再出事的 就只有一個地方叫中國 對不對 但是中國這一天 去昨天也開始 稍微已經溫和一點 我們現在比較擔心的就是說 如果真的通膨的 預期在升高的時候 債券還要再飆一次 所以那個就是風險囉 對 但是債券再飆一次 如果按照 剛剛有明在講的邏輯的話 那不是很好嗎 債券再飆一次的話 殖利率再飆 然後債券再跌 然後股市不是又要漲 我跟各位講 那個是早期 到後來人家已經想到的 已經不是這個 也就是說 今天你股市漲到一段時間之後 已經漲不動 你即便債券再崩 錢也不會進股市 他們會進哪裡 會進銀行體系等升息 賺利息 所以這個地方就會造成雙殺 就股會雙跌 是 所以這一點要引起大家很注意的一個部分 好 那我們來看會市 好 那會市的部分也是最近最重要 如果說是就美元的周限來講 我們今天不要管說這個 你既定的印象 這個如果叫做一檔股票 你覺得它會漲會跌 會漲 對不對 稍微技術分析的人都會看 這個不是這樣子打出來一個底嗎 如果這邊有怎麼一段的話 這邊最起碼一倍1.382倍 1.618倍 對不對 但是如果我們就算一倍的話 這個地方測試過來 應該是121.02 這個是2002年的時候 我們先不要看這麼多 我們看110就好了 對不對 看110也是有一段 看110也很可怕 那看110有一段之後 我們來看日圓 最近全世界最happy的應該就是日本 對不對 因為日圓一直扁的時候 日股就一直漲 但是大家也都認為說 我們不應該再給它去增加這個 所謂的PE ratio了 為什麼 因為你全部都是靠貨幣 你都不是靠你真正經濟的實力嘛 對不對 但是它其實上漲的空間還有一小段 就是它現在在1718 它應該還有機會到121.8 這個地方應該是比較中線的大中線 好 所以日圓還有機會扁 那我們再來看人民幣的部分 人民幣現在是最麻煩的部分 人民幣的周線已經完全沒有任何壓力了 所以它這個地方就是一路開始扁下去 那只是分幾扁跟還扁而已 對不對 對 央行就是人行 央媽 它到底什麼時候要讓它急扁 如果它急扁就像今年年初的時候 黑天鵝啪一個突然 你看今年年初的時候就是一段 然後最近不是又是急扁 急扁股市就會震盪 所以現在所有的華爾街的人 大概都是估7.2 昨天的一個收盤大概是在6.95左右 958 所以應該還有大概5%的空間 那現在我們來看最麻煩的一件事情就是 這個還有一點空間 這個還有一點空間 我們來看台幣有多少空間 台幣空間很大 因為我們都沒有扁到 我們沒有扁到嘛對不對 因為我們叫柳樹理論 所以人家扁的多我們扁的少 人家升的多我們升的少對不對 但是問題是你去看到33.821 這個還不是拿34 35來比 這個是以這今年來講的一個年初高點 是在這個位置 年初的應該算是這個匯率的低點 圖形的高點 所以你看這個地方是不是還有一段空間 我現在比較怕我們在補扁 這一件事情會稍微比較麻煩 因為第一個美元有空間 那如果日元在扁然後人民幣在遠的時候 那如果台幣真的要最後一波反應的話 那外資就會撤了 這個就是要提醒大家的 好 那所以怎麼樣反應到股市當中 對 那股市的部分的話 我記得我們現在做個前情提要 我上個禮拜的時候有跟各位講 要看美股先看稻窮 要看稻窮先看金融 要看金融先看高盛 反正就是最後你就看高盛一看 對 你就從頭到尾看高盛 那高盛有沒有漲 我那時候似乎說美國升息之後要小心 對 結果高盛真的是沒跌 但它也沒漲了 然後美國股市是不是也沒漲了 就很奇怪對不對 真的就是從升息之後大概只差一天 所以整個稻窮漲就是高盛嗎 對 但是現在這個圖形 你還沒有辦法說它這個地方怎麼樣 因為它還是有機會再去拚 只是說我覺得它時間再拖久一點的話 對它越來越不利 因為它要放假了 對不對 它要放假了 所以這個地方會有一些 這個瞭解的一個賣壓 那回頭我們再來做另外一個前情提要 就是說我在兩個月前 一個月前的時候我跟各位講 我說台灣股市我找不到那個外資 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我不知道它是從那個開曼群島 還是從哪個地方 或者是從我們大戶轉死手過來的 下外資 我們假設它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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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做人不要這麼壞 我講這麼小聲你也聽到 對 對 對 好 我們假設它是真的 而且它的邏輯跟阿根廷跟智利 跟巴西的邏輯一樣 我那一集有特別講過 我說今天第一個你去看拉丁美洲 他們的線型一直到八月的時候 都一直在創新高 那台灣也是一直都是這樣 從英國脫歐開始之後 我就感覺那個外資的錢 就是有從新興市場裡面 一個是拉丁美洲一個是台灣 走法都一模一樣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說 台灣股市你第一個 你一定要先去看它的領先指標 叫阿根廷 巴西跟智利 好 結果你去看喔 這個地方就開始已經變成 一個很醜的圖形 你或許可以說是 川普因為打壓墨西哥 所以整個拉丁系的這一塊 都掛掉了對不對 好 但是回頭我們去來找一個 這個是就外資的體系 我覺得跟我們很像 就資金在進出 這個是就經濟的體系 跟我們很像叫韓國 那韓國甚至比我們還要好 第一個它科技也比我們好 第二個它石化也比我們好 第三個它鋼鐵也比我們好 但他們普警惠比我們差 對 它只有一個特產叫普警惠 但是現在普警惠的事情 已經結束了 所以你看它的股價是不開始在反彈 對不對 好 指數的價錢反彈 但是也來到壓力區 我們何德何能會比韓國好 就是我們現在幾乎上 沒有韓國的這一段 而且我們也越過了韓國的這一段 那如果說韓國今天來到這裡 它再也漲不動了對不對 當然它能漲 就對我們來講是加分 那如果它再也漲不動的話 我們台灣有一個匯率的問題 有另外一個我剛剛說過的 就是股市比價的問題 就是跟我們相同的 同班同學同梯當兵的全部都掛了 對 就只剩下我們一個人在滄海之中 對 所以人家回頭想 我們有這麼好嗎 對 我們真的有這麼好嗎 我剛剛聽到的傑明 在講那一段的時候 真的冒冷汗 對啊 因為台積電不是只有台積電 金元代工也不是只有金元代工 雖然兩年的時間很長 對不對 但是各位有沒有去想過一件事情 外資只有台積電幾% 那個就跟這個的道理一樣 對 因為 你要看台股你就是看台積電 你要看台積電 就是說你的競爭力下滑 我不會等到你真的蔡立行過去了 然後把場蓋好了 我台積電才開始 先撤啊 人家反應競爭力下滑的時候 已經不是只有你金元代工 因為金元代工代表台灣 代表你台灣的PE ratio 只要下降 對不對 這是我對你評價的一個落差 因為你只剩金元代工的 對不對 是這樣的一個問題 好恐怖喔 對不對 所以來 我們來最後就看看台股囉 對 台股我今天抓緊時間 就是簡短的跟各位來講 就是說今年整年度 就是說紅色的線代表OTC 然後藍色的線代表上市的加權指數 大概一直到今年的10月以前 都是OTC比上市強 10月以後是上市比OTC強 那這中間當然還包含川普的關係 對不對 所以大家就一路的去拱台股 但是我發現有一個現象 就是每一次我們常常會講一個口號 外資休息 內資接棒 所以上市休息OTC漲 對 可是我每一次發現 只要上市跟OTC走得不同掉 後面都有一段下跌 只是分大跌跟小跌 對不對 這邊都有一段大跌 那這一次 各位 這個地方 藍色的叫加權已經在跌 可是OTC是不是還沒什麼跌 對不對 只有最近稍微一點點跌而已 所以這個就要提醒大家 就是說這個地方 是不是就隱含著未來的一塊 好 那我們來看最後一張 也是我認為今天最後的一個總結 如果它是一檔股票 它已經有五個月的時間都走成這樣 你會猜它是要漲還是要跌 這一條線不一定 大家也不一定要聽我們片片之言 好 我就說自己心中有一把尺 紅色這條線叫9000點 今年是什麼時候開始正式看到9000 是7月18號 盤中跟收盤同一時站在9000 從那個時候一直到現在整整五個月 指數就在9000以上 但是各位有沒有中間只有一小段跌破 可是它都沒有脫離9000太遠 它每一次創高的幅度 9927893939394 都沒有那種大幅度的噴出去 就不像這樣子 十五就上去沒有這樣子 對 那你或許可以說 等明年川普上任的時候再來 因為明年大家不是說經濟景氣都很好嗎 對不對 我想這個米湯也灌太深了 但是我們回頭看一件我最care的事 叫成交量 你一個股市漲到這裡 你的成交量真的要趕快出來 因為你今天的成交量 月均量是7月22號 868億之後就見高 然後之後月均量就一路的下滑 沒有量 對 我們可以把它解釋成說 好 你這個地方是在盤一個中段 然後這個地方量縮叫索碼 然後你等到最後的噴出 這個可能性也有 但是一定要國際環境配合 但是從現行上來講 這個叫頭有穿 底有破 所以這比較不像奔走坡 比較像是頭肩頂 或者是M型 所以提供給各位來去做 所以未來的時間點會越來越關鍵 因為外資要放假 所以這個地方要好好的看一下外資的動態 那明天的結算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看看他明天之後轉商的狀況 好 謝謝有明哥 這有明哥提醒大家量很重要 人家講說上漲要靠錢堆嘛對不對 下跌就靠風吹 那現在就是沒有錢怎麼堆上去呢 所以要提醒大家留意量的風險 好 那我們休息一下囉 下一段回來呢 我們要繼續帶大家來看看 今天下午兩件最重要的事情 一個呢是復興航空確定要下市了 這張股票在明年的2月2號之後 就沒有了 掰掰了 那麼另外呢還要帶大家來看到 洪基就在剛剛傍晚 舉行了一個重大訊息的說明會 而且是他們的執行長陳俊勝 親自出來告訴大家 資產的減損63.4億 這是一個好可怕的數字 到底怎麼解讀呢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用設計費 艾菲爾免費設計 3D繪圖